妈妈 别这样看我 妈妈 不用我寂寞 能让恶物一样的人 留下真实的泪水 这是我阿姨改的 第一次做最真实的感受 每次介绍自己是她的回首 我是音乐剧人员阿姨改 音乐剧造就了我 不论什么时候 我依然推选音乐剧 为什么说音乐剧造就了 今天的她呢 阿姨改是从这里 爬上来的汉子 单线是父亲的音乐剧史 六岁 母亲的音乐剧史 年幼的她由哥哥和嫂子不养长大 十六岁的阿姨改拿着哥哥 给她的五百块钱女生来到了北京求学 因为没有钱 她靠着在公主餐 一套女生 住一百块一个月的屋下室 总是她还会把自己的 放到公司自己回家里 就这样放空散步了四年 她才攒够了上去 一会被迷利专业第一的女子 靠近了北京舞蹈学院 独自阿姨改自己写的 那里的阿姨改歌词 时间的紧透寻多了一些 上了大学的阿姨改 给自己的阿姨改第一端 也都有一些绝望了她 发新专辑 直接让音乐系统公司的阿姨改 谁能想到 她的第一张专辑 是能超过到一百张 她说希望自己能成为 音乐剧的天下的事物 哦 一位观众 你喜欢这种 造趣认 充满造开心 真是有名的 这句话也引证了 音乐剧在中国 是小专辑的事实 阿姨新年阿姨改 在中国人下十几多年 穿着一百年纪的 这种音乐剧下 为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希拉草原 配上阿姨改 她就想给自己的 文字 留下的演技 这张只制作了 三千张的专辑 两千 九百多张 都留在了阿姨改 新的家里 刚到北京的阿姨改 是她感到的 音乐剧下 但自己忘记 这些呢 忍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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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走过悲剧的塔 看到了背后的城堡 凭借对音乐剧的坚持 她能够到什么人性 收获了大批粉丝 但在这个季粉中 以顾粉丹的娱乐圈阿姨改 是如何让这么多粉丝给她信心 她变了呢 阿姨改凭借异己之力 让饭圈女孩埋头不绝 专辑不绝 专辑不朽的达 对粉丝戏成为 劝学专辑 每首歌的背后 都是一本集中 她近期和粉丝搞读书交流会 不止一小作文 爆红后 阿姨改净散了 此次的后院会 她说音缘不是粉丝应尽的义务 即使她有意义到 却还是因为粉丝惹上了非议 年初她参演的音乐剧面世 因为设备问题 被迫取消演出 现场观众被工作人员队 冲着艺人来的 愿意等就继续等 不愿意等就退票 粉丝觉得委屈 音乐剧爱好者觉得 饭圈破坏了剧场的生态 阿姨改不理解 女人为什么要把观众画分为三六九等 当明星演员吸引了粉丝入坑 让音乐剧被更多人接受是好事 不要带着游色眼睛 把剧圈和半圈擦成队里面 阿姨改用自己的影响力 让喜欢她的人变得更好 用自己心力告诉每个人 靠自己努力 能力的改变 就像她说的人生的路 一步更着述 对事不对人 作用态度更好专家